如果说未来的某一天,人们忘记了为什么手种之虫被称为漫画之神,以为他只不过是最早成功的漫画家之一,那么当他们翻开火鸟之后,他们立刻就会清楚漫画之神的伟大。 现代漫画如果从星宝岛开始算起到今天已经有70多年的时间了,不过也许漫画史上最伟大的作品在这门艺术诞生后最开始的那10年就已经出现了。 这部于1954年开始绘制的漫画贯穿了手种的整个创作生涯,直到它去世之时,人留有大地片和现代片未完成,已经完成的12个篇章,通过一只象征着生命之力的火鸟串联起来。 这些故事拥有着截然不同的设定,可能上一个故事还在古代的日本,下一个故事就已经到了银河系的某个星球上。 宗教、文化、科技、思想,由人类这一物种衍生出来的诸多概念,构成了这一篇篇的故事。 不过这些故事却都拥有着一个共同的主题,生与死。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漫画之眼进入手种之虫的火鸟世界吧。 按照手种之虫的设想,火鸟的故事像是从迷雾中抽出绳子的两端,开头和结尾是最先被画下的, 然后两头一起向中间推进,直到最后一个故事将所有的一切串联在一起。 黎明篇,这是整个火鸟故事的起点,那是日本都还没有被称为日本的时代。 猎人宇良智登上爆发中的火山,他的目标是被人称为不死鸟的火鸟, 缠说喝下火鸟的鲜血就能获得永恒的生命。 宇良智抓住火鸟歇息的时机张弓搭建,稳稳地命中了猎物, 然而普通的武器对火鸟完全不起作用,没有办法,宇良智决定徒手制服火鸟。 可在他抓住火鸟的瞬间,他的全身便立刻燃烧了起来,最终也没能如愿以偿。 熊熙国,宇良智的妻子比奈久等待着火鸟救命, 然而回到村子里的,却只有宇良智焦黑的尸体。 众人为宇良智举行祭祀仪式,碰巧这时, 有一个外族人遭遇传难,来到了村子里。 外族人名叫于途,自称是一名医生。 村长让他查看比奈久的情况, 没想到于途的医术十分高明,竟然真的将比奈久的病治好了。 朝夕的相处,让比奈久和于途互生情愫, 不久便举行了婚礼。 那一天,于途剪短了头发,向众人表示, 他从今天开始,要正式做一名熊席人。 新婚的当晚,于途找了借口离开了家,来到山崖边。 他支开了守卫,点燃了火把,朝着漆黑的大海挥舞。 接着那被村里人,认为是人之魂魄的不知火, 在海面上移动了起来。 那是一艘艘载满士兵的船, 这一切都被比奈久的弟弟纳琪看在了眼里。 入侵者的将领名叫袁田燕, 他奉女王卑米胡之名来讨伐熊席国。 他的手段极其残忍, 连熊席国的老弱妇孺也不放过。 躲在暗处的纳琪看准机会突使冷箭, 却只是射中了袁田燕的尖头。 他被士兵抓了出来, 拼命地辱骂着眼前的仇人。 然而袁田燕却故意留了他一条生路, 要把他带在身边。 另外一边, 于途带着比奈久来到了火山上。 比奈久此刻已经认清于途的真面目, 身无可恋。 然而完成了间谍任务的于途, 却说自己不会再回到族人的身边, 要和比奈久一起开始新的生活。 袁田燕带着纳琪回到了 卑米胡之下的野马泰国。 在这个国家, 大大小小的事务全都依靠 卑米胡的占卜决定。 袁田燕把熊喜有人曾见过 火鸟的消息报告给了女王, 极度恐惧着衰老的卑米胡大喜过望, 要袁田燕和自己的弟弟须左之男 尽快把火鸟抓回来。 袁田燕把纳琪带回了家, 男孩不放过任何一个复仇的机会, 然而他的攻击却被袁田燕轻松化解。 不仅如此, 袁田燕还把须左之男赠给他的神功 送给了纳琪, 让男孩好好练习剑术, 等他成为第一射手, 救回火山狩猎火鸟。 纳琪不肯就范, 但他也拿袁田燕没有丝毫的办法, 他不知道姐姐是否还活着, 他只能留下来找到机会, 为全族人复仇。 日子一天天过去, 袁田燕每天都带着纳琪进行剑术特训, 然而有一次, 纳琪却被一波诸突猛镜给干趴下了, 袁田燕没有放任纳琪不管, 他细心地照料, 直到纳琪康复。 纳琪不明白, 为什么眼前的人这样照顾自己, 同时又杀光了村子的所有人, 可袁田燕却只是说, 那是卑米糊女王的命令。 一天, 袁田燕带着纳琪正巧被卑米糊看到, 卑米糊突然下令让袁田燕杀死男孩, 在这个靠着占卜做决定的国家, 女王的命令自然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 袁田燕抓住纳琪的辫子, 但他无论如何也下不了手, 卑米糊大发雷霆, 好在虚左之男及时出现才打了原场, 纳琪的剑法越来越高明, 但他似乎不再急切地想杀死袁田燕, 他有了一个更大的目标, 连袁田燕都没能猜到。 卑米糊迷信而遇残暴的统治下, 也马泰国名不聊身, 纳琪纠结了几个小伙伴, 潜入宫中想暗杀女王, 但却失手了。 女王看到了纳琪的脸, 他认定是袁田燕指使, 于是把袁田燕关入了封牢, 一直对姐姐的统治心有不满的虚左之男, 听到袁田燕入狱的消息再也按捺不住, 冲进宫中对卑米糊的权威发起挑战, 他和护卫大打出手, 正在这时日时发生了, 众人们看到太阳缺了一块, 都认为到了世界末日, 野马泰国乱作一团, 纳琪趁着天黑到丰牢救出了袁田燕, 他背着男人在日时黑暗的掩护下, 准备逃回熊西国, 船上袁田燕醒了过来, 他被蜜蜂遮得面目全非, 鼻子肿了好大一块, 他浑身发烫, 想要浸泡在水中, 可是船阵航行在海上, 碾水只会让疼痛加剧, 纳琪看不下去, 于是亲自帮袁田燕填起了伤口, 就这样, 两人在船上一动不动, 直到抵达了熊西国, 那高耸入云的火山, 是纳琪故乡的标志, 不过如今眼前却只有一片废墟, 袁田燕告诉纳琪, 背米糊攻打熊西国, 是希望更方便地展开狩猎火鸟的计划, 纳琪不愿背米糊得逞, 于是决定抢先一步杀死火鸟, 与此同时, 背米糊已经率领大军, 和羽马国的神射手天之公业, 朝着熊西国出发了, 纳琪和袁田燕看到海上的追兵, 于是朝山上逃去, 路上两人看到了火鸟, 纳琪追着火鸟一路到了火山口, 突然他听到有人在脑海中, 呼喊他的名字, 原来火鸟不用张口, 就可以将声音传达到人们的心中, 你为何会知道我的名字, 火鸟? 纳琪说话的内容, 那你也知道, 我打算一箭射死你了, 是的, 但那是不可能的, 我绝对不会死, 为什么只有你不会死, 我们人类却相继死去, 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不公平, 你们到底在期望着什么呢? 是不死的力量, 还是活着的幸福? 我不知道, 但是, 只要像你一样永生不死, 就会幸福吧, 纳琪, 你看脚下, 这些虫子也活着, 只不过它们只有半年的寿命, 浮游的生命更加短暂, 在生下下一代后, 只能再活两三天而已, 可它们却没有抱怨过不公平, 虫子, 它们懂什么? 虫子们在大自然规定的短暂一生中, 好好地成长, 觅食, 寻找配偶, 生育, 然后满足地死去, 人类比起它们已经要长寿不少, 在如此漫长的一生中, 如果能发现活着的喜悦, 那不就可以说是幸福了吗? 你说的我听不懂, 总之, 我要把你射下来, 纳琪, 如果你还是不明白, 那你也只有死路一条了, 在死前, 我要喝到你的鲜血, 纳琪冲向火鸟, 却脚下一滑, 从山上跌落, 一个男人出现, 纳琪转头看去, 那人竟然是鱼徒, 看到仇人, 纳琪立刻举起武器准备报仇, 然而没想到, 鱼徒却告诉纳琪, 他的姐姐比奈九还活着, 并且两人还生了孩子, 纳琪不肯相信, 但还是跟着鱼徒回了家, 姐弟重逢, 两人激动地相拥在一起, 纳琪质问姐姐, 为何要和仇人在一起, 其实比奈九最初对鱼徒也恨之入骨, 但后来他又想到了, 就算杀了鱼徒, 死去的族人也无法复活, 比奈九决定要不停地生孩子, 等到他死后, 孩子们会继续生孩子, 总有一天, 村子会再次复兴, 他把刚生的五胞胎, 抱给纳琪看, 纳琪佩服姐姐的决心, 鱼徒也说, 他在这儿, 正是为了替比奈九打下火鸟, 让比奈九喝下火鸟的血, 变成不死之身, 然后成全比奈九, 让他生下一百个孩子, 以此赎罪, 听鱼徒这么说, 纳琪决定亲自为姐姐狩猎火鸟, 离开前, 姐姐给了纳琪, 一带鱼徒做的药剂, 以为不时之需, 卑米湖的大军已经登陆, 天之公宴并不是卑米湖的走狗, 他只是追求狩猎的快感, 火鸟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独自行动的公宴在树林里遇见了袁田燕, 他见袁田燕伸手不凡, 于是提出想要决斗, 袁田燕, 你有什么遗言要说吗? 有, 如果你真的得到了火鸟, 我希望你不要交给卑米湖大人, 请把他送给一个叫纳琪的少年, 他, 他是我的儿子, 反正那鸟对你也没用, 不如就送给我的儿子吧, 哼, 我考虑一下, 决斗开始, 两人拉开弓弦对峙起来, 纳琪赶回来正看到这一幕, 于是赶紧射箭, 命中了公宴的手臂, 这就是你的儿子嘛, 袁田燕, 真羡慕你有个好儿子, 剑术还这么高明, 你说, 我是你的儿子, 袁田燕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是谁告诉你的, 公宴看出了端倪, 于是对纳琪说, 没有人跟我这么说, 那么后会有期了, 给你们一个忠告, 翻过这座山逃走吧, 只要再越过三座山, 就是陌庐国, 逃到那里就安全了, 输完公宴便离开了, 袁田燕想让纳琪逃走, 可纳琪却执意要去射杀火鸟, 他让袁田燕不要管他, 自己逃走就好, 相处的这段日子, 让两人从最初的仇人, 到如今情同父子, 回到碑米湖身边的公宴提醒女王, 火山即将喷发, 让女王赶紧撤军, 然而被欲望蒙蔽双眼的碑米湖, 却一意孤行, 喷涌的岩浆杀死了野马台国的士兵, 住在火山边的于兔和比奈九, 也带着孩子拼命逃跑, 地洞山摇, 于兔和比奈九在慌乱中, 和一群野兽一同被埋在了洞窟中, 那之后不知又过了多久, 于兔和比奈九仍然活在洞中, 比奈九抱着死去的孩子不肯松手, 他担心野兽会来吃孩子的肉, 其实我们都一样, 不是靠着那些死掉的野兽, 我们也活不到今天, 然而比奈九依旧抱着孩子不松手, 洞中的生活已经让他的精神有些崩溃, 野兽们拼命挖土, 活着的就把死了的吃掉, 然后接着挖, 竟然真的被他们挖出了一个风洞, 于兔爬进洞里, 不一会儿便看到了光, 那是出口, 是希望的光, 于兔放声痛哭, 为何死神不直接杀了他, 而是要用这高不可攀的山壁嘲笑他, 不幸中的万幸, 少量的阳光和雨水, 竟然让这洞底部长出了草, 于兔拼命地拔起青草往嘴里塞, 一口接着一口吃着, 温暖的阳光从洞口洒落, 他整个人都沐浴其中, 求生的意志再次燃烧了起来, 于兔要把这山洞当作城池, 和比奈九一起活下去, 这时火鸟飞到了山洞里, 原来这山洞竟然也是火鸟的藏身之处, 而与此同时, 山洞的不远处, 公演如同一块石头一般, 静静地等待着火鸟的出现, 而另一个追逐着火鸟的男孩纳琪, 在此时离开了火山, 朝着陌路国出发了, 纳琪和袁田燕翻过崇山, 在路上看到破败的村庄, 和从未见过的野兽脚印, 他们遇见了一群骑马的外族人, 而那奇怪的脚印, 并是这种被称为马的生物留下的, 这些外族人自称是高天元族, 他们灭亡了陌路国, 想要把袁田燕和纳琪收为奴隶, 两人不从, 于是那些人便准备杀死他们, 这时外族人的队伍里, 一个奇丑无比的女子, 冲到了外族人首领, 阿尔一的面前, 为纳琪和袁田燕求情, 是你啊店女, 你要是想救他们, 就必须得和他们其中的一个结婚才行, 店女答应了首领的要求, 走到了袁田燕的身边, 把情况告诉了他, 袁田燕不想和这么丑的女人结婚, 也不想就这样向敌人屈服, 但为了那期, 袁田燕还是不得不答应了请求, 外族人看到袁田燕要和店女结婚, 全都笑得人养马翻, 决定当晚就为两人举办婚礼, 野马泰国, 碑米胡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百姓失去了对女王的信任, 整个国家动荡不安, 碑米胡把关进大牢的须佐之男放了出来, 希望他去安抚愤怒的百姓, 但须佐之男希望碑米胡, 不再用巫术统治国家的建议, 再次激怒了女王, 他让手下戳下了须佐之男的双眼, 将她放住, 女王等待着公燕带回火鸟, 让她重返青春, 而公燕依旧守在火山口, 一动不动, 婚礼结束, 没想到卸了庄的店女, 竟然是一个绝世美人, 原来她本是羽马国的人, 高天元族灭了她的国家, 她不得不伪装成仇女, 才逃脱了被折磨的命运, 她告诉袁田燕, 高天元族是从遥远的大陆来的, 他们最终的目标, 是消灭野马台国, 建立自己的国家, 有一天, 纳奇看到阿尔一一个人在河边, 于是想动手刺杀她, 结果却失败了, 阿尔一用马拖着纳奇奔跑, 直至男孩面目全非, 不过纳奇还有一口气, 袁田燕把纳奇从姐姐那得到的药, 喂下给她吃, 成功地救了男孩一命, 他们跟着阿尔一, 继续朝着火山进发, 而另一边, 苦手在火山口的宫燕, 终于等到了火鸟的出现, 他立刻射出铁剑, 剑无虚发, 将火鸟钉死在了岩石上, 火鸟想用自己的鲜血, 交换宫燕不杀他, 但宫燕却对此毫无兴趣, 他砍下了火鸟的头, 背着火鸟的尸体, 准备返回野马台国, 陌路国的灭亡, 让奈眉们全部跑到了野马台国, 野马台人听说高天猿人要来入侵, 一时间群情激愤, 然而国家面临危机, 碑米狐却一心还是只有火鸟, 他的病已经很严重了, 正当百姓建设防御宫事的时候, 宫燕带着火鸟回到了野马台国, 碑米狐大喜过望冲到了火鸟跟前, 然而就在这时, 他口吐白沫倒了下去, 竟然死在了火鸟的身边, 高天猿人已经乘着战船, 朝着野马台国进发了, 宫燕看到袁田燕也在敌人的船上, 于是留下帮助野马台国, 抵抗入侵, 而另一边, 店女为了让袁田燕和纳契有机会逃走, 于是到R21面前卸下了伪装吸引了注意, 袁田燕和纳契成功地回到了野马台国, 悲悯乎去世的消息, 让袁田燕一时间无法接受, 但此刻, 他是为了抵抗外族的入侵才回来的, 于是他穿上铠甲, 指挥众人用枯草扎成草团, 等到高天员人骑着马过来, 就把草团点燃推下悬崖, 野马台国的女人看到纳契好奇地问, 你是熊西国的幸存者吗? 是啊, 熊西国是被野马台国灭掉的, 对吗? 纳契沉默, 听说你们全村都被杀光了, 嗯, 真的一个都不剩吗? 毫无理由的, 没错, 骗人, 你骗人, 我们根本不可能会做出那么残忍的事, 都是真的, 就是你们的军队杀光了我的同胞, 现在轮到你们被别人杀了, 那, 你一定很恨我们吧, 为什么还要帮我们呢? 谁说我要帮你们了, 我只是不想死, 所以不管是谁, 只要是没人性到连婴儿都要杀死的人, 就全都是我的仇人, 纳契看到地上的红蚂蚁在和黑蚂蚁打仗, 他为小小的红蚂蚁加油, 绝对不要输给大个子, 公验找到纳契, 将火鸟的埋葬地点告诉给了男孩, 原来他在旅行, 当时和袁田燕的约定, 刚才还晴朗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 不一会儿便下起了大雨, 高天原人发起进攻, 这下火攻的计谋没办法实行了, 袁田燕让士兵躲在草团里, 滚到敌人后方突袭, 战斗异常激烈, 纳契中了一箭, 他告诉袁田燕他要去拿好东西, 那个东西可以救下所有人, 如果你无论如何都要去的话, 我想听你叫我一声爸爸, 那种事情不着急吧? 不,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爸爸, 好, 说得好, 我们就此道别了, 儿子, 袁田燕碰上了尔尔义, 杀死了他的马, 让男人不得不和他短兵相接, 然而敌众我寡, 袁田燕最终还是被乱箭射杀, 公眼抓住机会, 威胁尔尔义, 让他把士兵都喊过来一一受死, 然而尔尔义却告诉他, 公眼的故乡鱼马国已经灭亡了, 你不想见见你最后的同胞吗? 尔尔义命人将电影带了过来, 公眼看到同胞一时分了神, 被士兵从背后用长毛贯穿了身体, 高天园祖的攻势如崔库拉朽一般, 攻入了碑米湖的宫殿, 娜奇找到火鸟埋葬的地点, 他挖出火鸟的尸体, 但那尸体早已干枯, 没有一滴血, 娜奇趴在火鸟的身上痛哭, 尔尔义带着大军赶到, 士兵们冲上前去, 想要抢走那发光的火鸟, 娜奇被乱刀捅死, 但火鸟引发的火焰, 却把冲上前来的士兵活活烧死, 熊熊烈火中, 火鸟重生为了一只小鸟, 在火焰中起舞, 高天园人也听过火鸟的传说, 不过尔尔义却对永恒的生命没有兴趣, 火鸟,我要祝福你, 如果你是永生不老的仙鸟, 那将我征服着尔尔义的事迹, 传给子子孙孙吧, 战场上, 店女跪坐在袁田雁的身边, 蚂蚁的战争, 也以红蚂蚁的全面溃败告终, 尔尔义想让店女做她的妻子, 但店女已经怀上了袁田雁的孩子, 你杀了血流成河, 把大家都灭了就赢了吗? 女人们也是有武器的, 那就是跟你们胜利者的士兵们结婚, 然后生孩子, 生下来的孩子可是我们的骨肉, 我们会把他们养大, 然后有一天, 再灭了你们。 店女转身离去, 她无惧生死, 尔尔义提起佩剑, 却最终还是没能下得去手。 火鸟飞回了巢穴, 于途和比奈九还生活在这里, 他们又生了好几个孩子。 日子一天天过去, 春夏秋冬不知又度过了几轮, 于途的孩子剑舞长大成人, 他要挑战高不可攀的山崖, 兄弟姐妹们为他加油, 但剑舞才爬了一半, 力气就几乎用光了。 他的眼前一片漆黑, 想要放手的想法, 从内心深处传来, 我就要死了吗? 剑舞紧闭着双眼, 加油啊, 你要活下去。 火鸟的声音从脑海传来, 你不能死, 你要活下去,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都要活下去, 因为你有活下去的权利, 因为你现在是个活着的人, 所以你就有权利继续活下去。 剑舞睁开双眼看着洞口, 他再次行动起来。 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从未见过的广阔天地, 那是父母口中的世界。 这些, 全都是我熊羽族的东西吗? 爸爸, 我要出发了, 妈妈, 我一定会把我的女人带回来。 就这样, 剑舞迈开步子, 朝着远方走去。 这就是火鸟黎明篇的故事, 它的灵感来源, 日本早期的传说故事和部分未知窝人传的历史记录, 整个故事从与良智狩猎火鸟到剑舞里开山洞, 多次切换了叙事的主视角, 整个故事有很强的预言性, 由于时间跨度足够长, 每个角色都有着不小的转变, 所以很难用单纯的善恶将它们区分。 由于我的讲述省略了一定的细节, 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部分角色的转变缺乏足够的情感支撑, 不过, 如果要把所有的细节都包含进来的话, 视频可能会变得过于冗长。 如果有机会, 我非常推荐大家去阅读漫画原作, 故事的最后, 剑舞离开了山洞, 它的未来会如何呢? 在讲它的后续故事之前, 让我们先来到千年后的未来, 看看火鸟故事的结局吧。 这里是本作的第二个篇章, 未来篇。 公元3404年, 地球面临着急速的死亡, 过往的繁荣已经不在, 人类把一切带到了地底, 在那里建立了永远之都, 不过永远之命, 只是人们为了忘却那份寂寥的安慰, 全世界分别有五处永远之都, 分别是约克, 平津, 兰古德, 罗马列斯和大河, 每个城市约有五百万人。 真人和朱美躺在夏威夷的海滩边, 阳光, 海风, 沙滩, 所有的东西都如此美好, 然而这一切, 却被一通电话打断, 所谓的夏威夷, 不过是朱美制造出来的一场幻觉。 朱美不是人类, 而是一种名叫摸皮的生物, 它可以通过脑电波, 和人类一起进行催眠游戏, 电话里, 真人的上级陆克让他立刻到单位报道, 陆克向真人谈起摸皮的过去, 五十年前, 摸皮被人们从外星带回地球, 这种不定型的生物会讨好人类, 变成人们喜欢的外星, 同时还可以进行名为摸皮Game的催眠游戏, 让人们能够清零到过去美好的时光中。 不过地球文明的衰退, 使得政府认定, 摸皮Game这种会让人沉眠于古老文明的事物, 是一种危险的存在。 就在三年前, 政府下令射杀了所有的摸皮, 那是真人, 也是猎杀队的一员。 陆克的意思已经很明显, 他要真人杀死朱美, 否则就立刻派猎杀队到他的家里。 真人虽然满肚子怨气, 但也不敢发泄。 回到家中, 真人无论如何也下不去手, 过去的他也像陆克一样冷酷, 但是是朱美启发了他内心深处的温暖。 真人决定带着朱美远走高飞, 陆克来到了中央政府, 没想到统治人民的, 竟然是一台巨大的计算机。 陆克将他称为伟大的母亲, 地球的救世主哈里路亚。 他告诉哈里路亚, 有一个摸皮逃过了当年的猎杀。 哈里路亚说, 正是因为这个小疏忽, 所以地球才没得按照他的计算恢复原貌。 他和陆克赶紧找到那只摸皮, 然后杀了他。 通缉令很快传遍了全城, 真人没有办法, 只好带着朱美爬上通风孔, 试图从地面走到其他的城市。 狂风夹杂着大雪终日吹袭, 中依然有少数人留在了地表, 为了日渐灭绝的物种奋斗。 而在大河市的不远处, 就住着这样的一个人。 袁天博士检查着人工养水中的动物们, 那都是他的造物。 一个长相颇向人类, 被博士称为小黑莓的生物, 正在阅读少年维特的烦恼。 他请求袁天博士放他出来, 他想要看外面的世界。 袁天博士过去也曾尝试过, 但那些离开人工养水的动物, 无一例外立刻死亡了。 然而他拗不过小黑莓, 以及心中存有的一丝侥幸。 他答应了孩子的请求, 结果就在小黑莓出来的一瞬间, 他的身体立刻溶解在了空气中。 袁天博士将少年维特的烦恼, 放在小黑莓的遗体上。 神啊, 我无能啊, 你如此伟大, 创造了宇宙和我们这等愚蠢的生物, 可是现在, 你却要亲手毁掉地球。 早知如此, 你为何要创造呢? 看着我们为了生存而挣扎, 你为什么不高抬贵手? 我已经160岁了, 也许对你而言, 这只是一眨眼的时间, 可是我这一生也有梦想。 这个世界的动物大部分都早已灭绝, 袁天博士花费了毕生的精力, 仿造过去的生物形体, 创造了它们, 但那些人造生物, 却永远无法离开人工养水。 这种东西能叫生物吗? 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请你告诉我生命的秘密吧。 袁天博士凝望着漆黑的夜, 突然有一束光出现, 火鸟在玻璃穹顶外看着原田, 它的声音植入原田的脑海。 我是地球的分身, 地球也是活着的生物, 只不过它现在也正面临着死亡, 就像人类也会病倒一样, 地球也快病死了。 鸟儿啊, 你为什么说地球也是生物呢? 地球对你们来说实在太大了, 也不怪你们听不懂, 就好比细菌寄生在动物的体内, 也不会想到它的宿主是否活着吧。 我就是地球的一部分, 就像一个会活动的细胞。 袁天博士, 所有的星球都是活着的, 当然, 这和你们至今理解的生物形态并不相同, 而是宇宙生命的一种, 太阳也是生物, 银河中的群星也是, 只要是正在活动的星球都是活着的, 宇宙生命也会生病, 也会死亡。 大约在一千多年前, 地球生病了, 动物不断灭绝, 人类的进步也突然停止, 肉眼看不见的死亡阴影正在扩散。 那,我不能为地球治病吗? 你是不可能治好的, 能治地球治病的只有一个人, 那个人马上就回来了。 火鸟消失在黑夜里, 袁天果真看到暴风雪中有两个人影, 他和机器人助理洛毕达赶紧把那两人带进来, 低温让真人和朱美严重冻伤, 博士立刻为他们安排治疗。 与此同时, 陆克也得知了真人带着朱美从通气孔逃走的消息, 他担心两人逃到兰古德, 于是立刻联系兰古德的莫尼塔少校。 陆克希望兰古德方面将真人和朱美引渡回大河, 可莫尼塔却说, 这件事情需要先请示他们的圣母机器打纽巴, 原来每一座城市都有一个超级AI负责决策大大小小的事物, 打纽巴通过计算, 果断拒绝陆克的请求。 没有办法, 陆克只好派遣一支巡逻部队到地表寻找真人, 没过多久, 真人便已康复, 但朱美如果要维持人类的外形, 就还得在培养馆中恢复一阵。 巡逻部队找到了博士的研究所, 博士派出一对女性模样的机器人迎战, 真人问洛比达, 为什么那些机器人都是女性的外貌? 洛比达说起了博士过去的故事, 外貌丑陋的博士, 从小就受到了所有人类女性的嫌弃, 交女朋友找老婆结婚更是天方夜谈, 他注定得不到女性的爱情, 于是做了许多女性的机器人, 来充当情人、妻子、女儿。 只不过, 机器人始终无法像人一样, 反而要博士越发的空虚, 真人看到远处的地面, 不断发出耀眼的光芒, 洛比达告诉他, 那是机器人用自爆炸毁敌人的光, 几人看着那光芒, 与时无言。 大合式的高管们正在开会讨论, 是否要出台政策, 禁止市民们穿着复古的服装, 这同样也是哈里路亚的决定, 有人认为不应该事事都听机器的, 但大部分人都觉得, 哈里路亚的决定是不容置疑的。 会开导一半, 陆克听说巡逻部队全面的消息, 他再次联系兰古德的莫尼塔少校, 希望对方将真人和朱美引渡回大河, 可兰古德听从打扭巴的计算结果, 执意要将两人收容, 没有办法, 于是两人只好让两个AI直接对决, 结果没想到, 两台AI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 都认为自己的计算万无一失, 最终他们都得出了同一个结论, 让对方消失。 研究所里, 博士想对朱美的摸皮细胞进行研究, 希望真人能把朱美借给他, 结果却遭到真人果断的拒绝, 没有办法, 博士只好直接找到朱美, 他苦苦哀求, 朱美问他, 那样做是否就能拯救人类, 可博士却跳了起来, 人类算什么东西, 我要拯救的是生物, 只要有一种能够残存下来就好, 人类灭亡也无所谓, 朱美没有办法立刻回答, 只好告诉博士他需要考虑一下, 根据哈利路亚的计算结果, 大河的间谍已经到了兰古德装设了清淡, 应该有同样的计划, 也就是说, 再过12个小时, 大河和兰古德将会同时毁灭, 反正这是必然的吧, 如果计算结果是这样, 那么我也无计可施, 哈利路亚对路克说道, 路克头一次对哈利路亚感到愤怒, 他不想就这样死了, 于是驾驶浮空车, 从通风口逃到了地表, 路上路克发现了原田博士的研究所, 正人看到路克, 立刻便和他扭打在一起, 博士阻止了两人, 路克告诉他们, 再过一个小时就会爆发核战争, 他们打开收音机, 全神贯注地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 现在播报临时新闻, 大河中央本部自现在起和兰古德政府断交, 并发表宣战公告, 博士在研究所里, 检测到了来自两个方向的强阵, 不, 东南方向也有, 平静和约克也发生了爆炸, 博士立刻让洛比达联系罗马列斯, 然而罗马列斯也没有回应, 五个超巨型都市同时发生了爆炸, 所有的生命都化成了五个巨大的蘑菇云, 三人还是不敢相信, 博士派出侦察机, 然而罗马列斯地区只剩下一个巨大的洞, 不久之后, 辐射将会遍布全球, 博士真人和路克也将永远无法离开原顶, 路克想让真人和他一起抢走博士的太空飞船逃到宇宙去, 但真人却不想这么做, 你可以对地球见死不救, 我可做不到, 哼, 我很早之前就想逃离这个地球了, 你想想吧, 人类的文明从二十世纪开始就在倒退了,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飞向宇宙, 试图开拓殖民星球, 那时人类经过了无数的核战终于觉醒, 到了二十五世纪, 人类的文明到达巅峰, 之后就开始严重衰退, 奇怪的是, 竟然没有人知道衰退的原因, 科学和艺术毫无进步, 人们从那时开始先往古代的生活方式, 到了三十世纪, 文明竟然退化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程度, 整个地球出现了明显的老化现象, 政治家们不知如何应对, 于是创造了一种能支配文明的机器电子头脑, 你不就是那些电子头脑的奴隶吗? 奴隶? 我是哈利路亚的孩子, 我跟你不同, 我是个试管婴儿, 为我选择配对卵子和金子的就是哈利路亚, 所以他对我来说就像母亲一样, 另外一边, 朱美答应了博士的请求, 但他也拜托博士, 将真人的身体细胞改造成和他一样的, 如此一来, 真人也可以拥有摸皮强大的生存能力, 博士同意了, 陆克看到博士和朱美在谈话, 他趁博士离开找到朱美, 希望朱美能和他一起离开地球, 去外星繁衍子孙, 陆克想把朱美放出来, 幸好真人及时赶到, 阻止了他, 突然, 两人看到黑夜中的一道光逐渐靠近, 原来是火鸟, 他自己打开了研究所的门走了进来, 火鸟通过心电感应和真人说话, 将真人的使命告诉了他, 你将会活上千万年, 直到新的人类诞生, 你必须活着守护所有的生命, 突然, 真人的肉体倒在了地上, 但他的意识仍能听到火鸟说的话, 火鸟带着真人看到了基本粒子, 电子围绕着原子核, 就像是太阳系一样, 火鸟带着真人进入其中一个电子的内部, 他们看到了一个生物, 接着他们又潜入了这个生物的细胞, 没错, 它们同样是由基本粒子构成, 真人一时间有些接受不了, 火鸟带着他回到了宏观的世界, 看吧, 这就是银河系, 像银河系一样的星系, 在宇宙中又有无数个, 这是人类所知的宇宙全貌, 不过在这宇宙之外, 还有更大的东西包容着宇宙, 那种东西已经超越了次元, 宇宙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粒子, 无数个宇宙集合起来, 也不过只有细胞那么大, 无论是最大或最小的东西, 它们都是活着的, 地球不能死, 它必须活下去, 稍有闪失, 地球就会死亡, 而且无法重生, 你要让人类在此新生, 建立全新的文明, 可我只是个, 真人画到嘴边, 但一时却突然坠回到了肉体中, 他的耳畔回想着一句话, 你已经不会死了, 真人感觉身体发生了某种改变, 他尝试用小刀在手臂划了一道口子, 然而血没有流出来, 伤疤也瞬间愈合, 真人拿着手墙对准胸膛, 他依然没有死, 真人突然感觉痛苦万分, 几乎所有的人类和生命都已经灭亡, 但自己却死不掉了, 只有他还活着, 到底有什么意义, 突然地震发生了, 博士紧急将研究所伸到半空, 不过还是有很多培养管被打碎, 辐射也随着外界的空气, 从研究所的裂缝流入, 博士让洛毕达准备发射太空飞船, 他要带着朱美逃到宇宙去, 博士口口声声, 说朱美的身体决定了地球的未来, 朱美和真人是两情相悦的, 博士你这样做太不讲道理了, 哼,朱美答应过我, 要把身体献给我, 这时从培养馆中出来的朱美走了过来, 她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 没有办法, 博士只要立刻进行实验, 另外一边, 正在准备太空飞船的洛毕达, 被陆克用枪给打坏了, 陆克要实行他之前的计划, 带着朱美离开地球, 陆克和真人都来到博士的实验室, 他们看到朱美已经从人类变回了一只摸皮, 真人无比愤怒, 他要杀了博士复仇, 不过博士告诉他, 辐射已经进入了研究所, 所有人都活不了了, 现在对朱美的研究已经完成, 博士要为两人做细胞转换手术, 就算他死了, 洛毕达也会接手完成, 可是博士, 洛毕达已经死了, 他被我打坏了, 所有的计划都化为了泡影, 知道自己已经活不久的陆克 启动浮空车, 离开了研究所, 他回到了都市的废墟边, 一边看着爆炸带来的奇观, 一边等待着生命的尽头, 他一边哭, 一边狂笑了起来, 研究所里, 原田博士也即将不久于人世, 他看到真人真的没有受到一丝影响, 于是拜托他继续自己的研究, 如果那些动物离开了培养馆也能活着的话, 那朱美的死也不会白费了, 原田博士最后的遗愿, 是让真人把他的尸体放进太空飞船发射出去, 让太空飞船停留在地球的轨道上, 我要这样绕着地球旋转, 等待他的重生, 飞船上, 火鸟突然出现, 他看着原田博士的尸体, 你现在只是个物体了, 不过总有一天, 你会再次复活的, 接耳连三的地球变动, 让地貌不断改变, 海底火山周而复始地喷发着, 上升的水汽形成了厚厚的云层, 覆盖了五大洲, 真人想要在地球上寻找幸存者, 排遣自己的孤独, 他在一间观测站里发现了一个棺材, 那上面写着, 我要沉睡五千年, 如果有人发现这个箱子, 在五千年之内不要打开, 只要服射的危险不在, 我就会从冬眠中复苏, 真人看着棺材, 五千年那是多么漫长的时光, 但那也是真人唯一的希望, 几百年过去, 真人已经是满头白发, 世界变得安静而又黑暗, 真人和变为Moppy的朱美, 做了一次Moppy Game, 他仿佛又看到了过去那个美丽的女孩, 他们在梦中起舞, 接着朱美倒了下去, 即使是Moppy, 他们的寿命最多也值五百年, 一千年过去了, 两千年过去了, 三千年, 然后是四千年, 已经过了五千三百年, 可是棺材还是没有打开, 三百年前, 真人就天天到这里等待, 终于他再也忍不住打开了棺材, 然而里面却只有早已风干破碎的骨灰, 下一个五千年, 真人要做什么呢? 真人的孤独感早已超越了极限, 他迫切地渴望一个能交流的对象, 于是开始制造机器人, 过了一万年, 真人造出了名为朱美的人形机器, 然而他距离所谓的人类还差得远, 真人破坏了机器人, 扔到了一边, 这已经是他做的第211具机器人了, 睡眠中, 真人仿佛听到火鸟对他说, 你为什么要制造机器人,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让人类重生, 才是你的使命。 真人开始研究人工细胞, 不知过了多久, 他怀孕了好多种过去的动物, 甚至是人形的生物也做了出来, 不过他们只拥有有限的智能, 并且依旧只能活在培养馆中, 然而一次猛烈的地震, 将这一切的努力又全部摧毁, 绝望中真人又想到一个方法, 他把博士曾经从蛋白质中提取的某种物质, 拨洒进了大海, 这将会花费数亿年的时间, 不过真人会等下去, 又不知过了多久, 真人的肉体已经风化消失, 它成为了一个存在, 成为了一个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生命体, 地球上的某个角落, 一种类似生命的物质正在诞生, 它越来越大, 然后分裂成了两个, 又经过漫长的岁月, 这些东西开始有了生物的特征, 有的长出了边毛, 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移动, 单细胞生物, 多细胞生物, 慢慢地植物和动物的区别开始出现, 植物们抢先一步走上了陆地, 沐浴在新鲜的空气中, 动物们也如法炮制, 恐龙开始出现, 哺乳类的祖先也快要诞生, 那么人类的出现也指日可待, 真人满怀希望地等待着, 突然某种东西开始侵袭着恐龙, 原来是阔鱼, 阔鱼灭绝了恐龙还有哺乳动物, 只有为数不多的小动物逃过了一劫, 阔鱼征服了一切, 这样下去别说是人类了, 就连猿猴也不会诞生啊, 阔鱼继续进化, 它们的脑袋开始隆起, 终于一个突变在一对阔鱼身上出现, 它们能够直立行走, 和其他的阔鱼都不同, 无可奈何的真人, 只好把这两只阔鱼命名为亚当和夏娃, 不久后, 直立的阔鱼发现了研究所, 真人尝试和他们接触, 阔鱼把真人当做了造物主, 真人问他们为何而诞生, 阔鱼说他们是为了做万物的主宰, 真人忠告他们, 曾经也有一个种族, 因为太过追求进步而导致了毁灭, 不过阔鱼并没有把真人的话记在心上, 他们有泥土和粪便造起了高楼大厦, 他们拥有了法律和道德, 阔鱼的文明不断进步, 竟然出现了一种利用腐败气体做动力的交通工具, 没过多久, 阔鱼分成两个种类, 北方阔鱼颜色较白, 南方阔鱼较黑, 这两只部落的思想文化天差地别, 他们纷争不断, 北方的阔鱼找到了一种能将熔岩引到地面的方法, 而南方的阔鱼学会了调节大气中的水分, 他们互相攻击, 是的, 他们同归于尽了, 最后一只阔鱼在地表寻找水, 他躺在一个小水洼里, 感受着生命最后的时光, 真是可悲的生物, 你为什么这么想活下去, 我看过你的祖先是一群低等的阔鱼, 既不像你这样贪生怕死, 也没有那么多怨言, 阔鱼请求声音的主人救救他, 我也想救你, 不过无能为力, 炎热的天气加速了水的蒸发, 你还在听吗, 这是我最后的怨言了, 为什么我的祖先会想要变聪明呢, 如果我们还是低等生物, 只有能活得更轻松, 死得更轻松了吧, 都是净化害得我们, 阔鱼死了, 温暖的雨水从天而降, 这场千年大雨, 冲刷掉了阔鱼文明存在的记录, 渐渐地, 一群有体温的动物出现了, 哺乳类终于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很快地并有了原始人, 接着又过了数万年, 人类对着天空祈祷, 渴望着雨水的降临, 真人看着愚昧落后的人们, 觉得有些许无聊, 他期望的是全新的人类, 然而人类似乎和过去没有任何区别, 火鸟出现了, 真人都快忘了他的存在, 真人, 抛起你脑中那幅年迈的幻象吧, 你要守护新的人类, 所以如果你需要一个身体, 就钻进我的体内吧, 你要变成我, 真人不明白, 火鸟不是已经活着了吗, 我的身体里有无数的宇宙生命, 你也可以加入其中, 来吧, 跳进我的心里, 真人在火鸟的身体里, 听到了有人在喊他的名字, 我是朱美啊, 你还记得我吗, 原来朱美也变成了宇宙生命, 一直在等待着真人, 他们合二为一, 融入了由数十亿宇宙生命, 汇集而成的洪流之中, 火鸟正式飞去, 继续守护新人类的历史, 火鸟飞遍了全世界, 所以世界各地都有火鸟的传说, 俄罗斯人称它为火焰鸟, 中国人把它叫做凤凰, 欧洲人将它命名为不死鸟, 全世界的人都在渴望火鸟, 那超越生命的能量, 一个男人正攀爬着火山, 他终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火鸟, 宇良智抓住火鸟歇息的时机, 张弓搭建, 稳稳地命中了猎物, 然而普通的武器, 对火鸟完全不起作用, 没有办法, 宇良智决定徒手制服火鸟, 可在他抓住火鸟的瞬间, 他的全身便立刻燃烧了起来, 最终也没能如愿以偿, 没有人能得到火鸟的鲜血, 只不过人类对生命太过执着了, 无疑的狩猎行动展开了无数次, 但他都只会提早结束那些人的生命, 火鸟在火山口的岩壁上, 住了一个潮, 他在那里沉思休息, 生物毁灭, 重生, 再毁灭的故事, 火鸟已经看过无数次, 不管多少次, 人类总是重蹈覆辙, 火鸟看着岩壁上的阔鱼, 它们也曾经演化成高等生物, 可是为什么, 它们总是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呢? 也许, 下次会更好, 火鸟这么想着, 它相信下次会更好, 它觉得下一次的人类会有所不同, 它们最终会懂得正确地使用生命吧。 这就是火鸟未来篇的内容, 就像我在火鸟系列视频开头所说, 作为整个故事结尾的未来篇, 被手中老师放在了第二个篇章, 而它又很巧妙地将未来篇的结尾, 和黎明篇的开头接在了一起, 既是终结又是开端, 整个故事变成了一个循环, 诉说着人类永无止境地生之欲望, 未来篇中的许多科幻桥段, 在极富想象里的同时, 又有一种耐人群味的讽刺意味, 无论是一顿操作最终导致自我毁灭的AI们, 还是后来的阔余人, 无论科技如何进步, 高等生物却总是在内耗中走向毁灭, 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人能够回答, 也没有人能够解决, 所以手中老师也只能在漫画中这样写道, 希望下一次的人类, 最终会懂得正确地使用生命。 让我们继续火鸟的故事吧, 基于视频篇幅的关系, 这个系列总共将会挑选火鸟中的四个篇章详细讲述, 其余的只做简单的介绍, 还记得从火山口的洞中爬出来的剑舞吗? 他真的实现了母亲的愿望, 重新建立了熊西国。 火鸟的第三个篇章大和篇, 便是讲述R1建立了大和国, 和剑舞建立的熊西国, 在经历了几代人后又一次爆发了战争。 在这个故事里, 负责讨伐熊西国的大和王子窝小队, 想要栖息在熊西国的火鸟鲜血, 拯救本国即将作为陪葬的人民, 但与此同时, 他又和熊西国的公主坠入爱河。 这两者无法兼得, 我小队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他又能否得到火鸟的鲜血, 拯救自己的人民? 具体内容就留给大家自己去欣赏了。 大和篇结束, 故事再次来到遥远的未来。 宇宙篇的故事发生在2577年, 那时的人类已经拥有了在宇宙中航行的能力。 这是一篇悬疑故事, 宇宙飞船上, 五人小队制定了规则, 被人轮值一年, 其余四人休眠, 这是最节省物资和能源的做法。 然而某一天, 休眠中的四人被紧急唤醒, 当他们来到剑桥, 却发现当班的牧村已经死了。 队长判定牧村是得了宇宙妄想症自杀身亡的。 几人检查了飞船的情况, 发现这艘飞船已经没有办法再待下去了, 于是他们分别乘上了四艘救生小艇, 脱离了母船, 随人地朝着地球的方向飘去。 小艇脱离完成, 这时队长却突然利用无线电告诉众人, 牧村其实是被人谋杀的, 他当时在牧村的手边看到了一行小字, 我是被杀死的。 他不想当面对峙, 实际上, 他们生还回到地球的几率已经十分渺茫。 队长只希望凶手能在无线电中认罪, 大家便不再追究。 然而在众人的讲述中, 似乎没有人是杀害牧村的凶手, 而此时在四人的周围, 又出现了另一台救生飞艇。 故事之后的展开非常出乎意料, 这里同样不做赘述, 留给大家自己欣赏。 宇宙片结束后, 火鸟的故事到了第五个篇章, 凤凰篇。 这也是我在整个火鸟系列里最喜欢的一个篇章, 甚至在我心目中, 如果将我看过的所有漫画的每一个章节 放在一起做一个排名的话, 凤凰篇也会是毫无疑问的第一名。 非要说的有点多了,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看看凤凰篇的故事吧。 海边的小渔村里, 一个男人正抱着他刚出生的孩子, 他满心欢喜地朝着山上跑去, 要向山神还愿, 结果没想到在登山的途中, 男人踩中了松动的岩石, 跌下了山崖当场死亡, 因而侥幸活命, 却也因此失去了右眼和左手。 15年间, 那个名叫我王的男孩和母亲相依为命, 虽然少了一只手和眼睛, 但我王的力气却比一般人要大上不少, 村里的人视我王为怪胎总是欺负他。 我王靠力气在比赛中迎来的饭团, 被对手泼上了泥浆, 他一眼不发冲到那人的家里, 将那人全家从悬崖上推下, 我王没有办法再留在村子里, 只好拼命地逃跑。 村民们穷追不舍, 我王躲藏在花丛中, 他看到一只小瓢虫飞到了手臂上, 于是抬起手臂, 将瓢虫放到了花上。 沦为亡命之徒的我王为了填饱肚子, 指得打家劫舍, 结果又背上了几条人命。 某一次, 为了躲避追杀的我王沿着河流逃跑, 他上岸后, 看到一个男人正在烤火, 于是也在一旁坐了下来。 男人见我王浑身湿透, 于是主动拿出手帕借给他擦身体。 男人是大河的西丸, 是金城的雕刻师, 他听说这附近刚落成的永宝寺里, 有从百计请来的弥勒佛像, 于是想去参拜一番。 然而我王却看上了西丸的衣服, 把衣服脱下来给我, 我告诉你, 我已经杀了好几个人了, 反正我就是无法融入这个世界, 这副身体在刚出生的时候还是好好的, 但却在生下来的那天变成了这样, 因此我爹死了, 我娘疯了, 此后的十五年, 全村都把我当笑话干, 还不快给我脱了。 西丸没有办法, 只好脱下衣服, 结果没想到, 西丸玩得好无缺的手臂, 又刺激到了我王的神经。 他用刀搁伤了西丸的右手, 接着便穿上西丸的衣服, 转身离去了。 行走在树林中的我王遇见了一个女子, 那女孩自称是西丸的妹妹, 她质问我王为什么要伤害西丸, 结果没想到, 我王直接把她给掳走了。 受了伤的西丸艰难地走到了永宝寺寻求帮助, 她的手筋被切断, 就算恢复, 也不会像以前那般灵活。 西丸悲痛万分, 作为雕刻师, 右手是极其宝贵的, 没了右手, 还能做什么呢? 你还有左手啊? 永宝寺的住持提醒西丸, 他把自己的雕刻作品给西丸看, 那些动物的雕像栩栩如生, 堪称鬼斧神功, 但那却是住持用水滴雕刻而成的, 这一代的石头质地都较为松软, 住持发现这一点后, 便心生用水滴来雕刻石头的念头。 完成第一件作品时, 住持花费了12年, 期间必须不时地转动石头, 改变雕刻的角度。 如今住持已经82岁, 终于雕成了七件作品。 戏完凝视着水滴, 又看了看自己的左手。 一, 二, 三, 四, 五, 五根手指都很健全, 我还有另一条完整的手臂, 于是他决定留着四秒修行, 他截然一身, 也无欠无挂。 我王带着那名叫素鱼的女子继续打家劫舍, 素鱼总是问他杀了这么多人, 没有一点感觉吗? 哼, 不杀人我怎么拿到钱? 没有钱我就要饿死。 为什么我非死不可呢? 你不在海边长大所以不懂, 大海是很无情的。 抓不到鱼的时候, 渔夫就只能眼巴巴地等下去。 一条鱼的肚子里, 有数不清的鱼卵, 如果它们都变成大鱼, 那数量简直无法估量。 但为什么渔夫还是会有抓不到鱼的时候呢? 我告诉你吧, 那是因为小鱼都被其他大鱼吃光了, 只有那些存活下来的鱼才会被渔夫抓到, 最后剩下很少的鱼。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活着就是赢家, 死掉的鱼等于是为活下来的鱼而死。 人也是一样的, 搞不好我本来注定该死的, 但我还是活了下来, 我有继续活下去的权利。 这天我王又待在路边, 等着碰到个好心人, 带他回家借宿, 结果却碰到了一个老和尚, 那和尚紧紧地盯着我王看, 说我王的脸上浮现了死相。 我王当下叫沙拉那和尚泄愤, 幸好被肃瑜拉开了。 老和尚说, 我王会死于鼻病, 如果从现在开始注意养生, 那还有一线生机。 另外一边, 西娃继续在雕刻之路上修行, 手伤难免还是会有所影响, 但西娃却已经从仇恨和懊恼的情绪中走了出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王纠集了一伙人, 渐渐发展成了一个强盗集团, 他和肃瑜也如同夫妻一般。 我王把抢来的镜子送给肃瑜, 但却发现镜子无法倒映肃瑜的样子。 他质问肃瑜是怎么回事, 肃瑜说, 那是因为金城达官贵人用的镜子分为了两种, 一种只能男人用, 一种只能女人用。 我王不懂这些, 只把肃瑜说的话当真了。 这些天来, 我王总是感到鼻子发痒, 起初他以为只是小毛病, 但那鼻子却越来越大。 他让手下帮他擦药, 结果手下却告诉他, 肃瑜做的这种药膏看起来好像有毒。 我王想起来, 肃瑜是西娃的妹妹, 这么说来, 他还在找机会, 伺机报复。 我王冲回了家找肃瑜对质, 可肃瑜却说, 那是他用花粉为我王特制的药膏。 我王当然不信, 朝着肃瑜就是一刀砍去, 说肃瑜不过是要为西娃报仇。 然而肃瑜却说, 当时他自称是西娃的妹妹, 只是为了接近我王, 其实他和西娃毫无关系。 那你到底是谁? 又从何而来? 我以前曾经被你救过一命。 说什么蠢话, 我可不记得有这么回事。 你只是轻轻地把我捧起来, 就这么救了我。 虽然你经常杀人, 但是你却没有杀我, 所以我知道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 我很开心, 所以才选择跟着你。 可是, 已经不行了, 我们要永别了, 我要死了。 肃瑜死了, 他的身体在雪中消失, 肃瑜曾经躺着的地方, 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瓢虫尸体。 我王轻轻地把它拿起来, 心中好像有什么被彻底改变了。 他大声喊着肃瑜的名字, 叫声在暴风雪的夜空中回荡。 失魂落魄的我王被官府捉拿, 被判处死刑, 有接失众后斩首。 不过竟然有人保下了我王的命, 原来是我王当年遇见的那个和尚, 梁辫森震, 他让我王做他的随从, 跟着他走遍日本, 让心静下来。 如果半路逃走呢? 你绝对不会逃的。 梁辫森震, 胸有成竹, 你什么都能预料到吗? 我王的言语里, 似乎有对梁辫的不屑。 善恶正在你的心中争斗, 因为那个被你杀死的女子, 肃瑜, 在消失后变成了一个虫骸, 这件事就像一盏灯火, 让你感受到生命的重量。 你杀过的人不计其数, 可生命对于人类和昆虫同样重要, 你注意到这个真理, 然后开始思考, 为何自己杀人如麻, 却又救了一只小虫。 我王被点中了心事, 有些恼羞成怒, 于是装作满不在意的, 表示自己仍然是个想杀就杀的恶魔, 错的不是他, 而是这个世界。 没错,我王, 你一点都没错, 错的是轮回。 我王想知道轮回是什么, 梁辫就解释给他听, 你见过马车的轮子吗? 永远围绕着中心转个不停, 人的寿命也是如此, 转个不停, 哪怕是死了, 也会重新转世成为别的事物。 一次次的生死, 永无止境地在其中循环, 在你的此生之前, 其实也是别的生物, 和现在完全不同的生物。 当然, 你不会知道, 也不会记得, 转世的时候, 你会忘记所有和前世有关的事情。 我好奇地寻用两遍, 他下辈子会变成怎样的人, 我王啊, 转世之后, 不见得一定是人啊, 有可能做牛做马, 甚至是鸟兽鱼虫, 没有人能决定自己转世成什么, 只能说前世过了怎样的生活, 其后果就会影响到下一世。 如此一来, 命运便会无限延续, 这就是因果报应。 睡梦中, 王梦见自己成了一只小小的蚊子, 他从梦中惊醒, 他想要做一个人, 不想当什么鸟兽鱼虫。 另外一边, 西丸收到大河全城橘珠兄的命令, 那人要他在三年内完成凤凰的雕像, 否则就杀了西丸。 受淫威所迫的西丸, 只好踏上了寻找凤凰的旅程。 他来到京城, 求见大唐留学归来的吉备真备, 结果没想到, 却吃了闭门根。 西丸有些绝望。 这时, 一个和尚认出了苦恼的西丸, 正是大河有名的雕刻师, 于是告诉西丸, 他们寺庙有一份古老的书卷, 里面提到过火鸟这种长生不老的生物。 那残存的记录, 正是四百年前熊席族的大王穿上剑舞留下的。 于是西丸立刻启程, 朝着记录中的火山出发。 某天, 他在一座桥上与梁辫和我王擦肩而过。 多年过去, 西丸还是一眼就认出了 那个砍伤他手臂, 抢走他衣服的男人。 火王把当时的经过告诉两遍, 接着又扔了一把小刀给西丸。 来吧, 杀了我吧, 用你那只好手杀了我。 然而西丸却下不了手。 没错, 我就是胆小又没用, 我现在都已经自顾不暇了, 哪还有什么心思管你怎么样。 听西丸这么说, 我王反倒急了起来。 你瞧不起我吗? 难道你连一把刀都拿不动吗? 你的仇人就活生生地站在这里啊? 可恶! 我王跪倒在地, 西丸反倒十分冷静。 他向两遍询问两人的目的地, 接着拜托他们, 要是听说哪有凤凰的话或者雕像, 下次碰面的时候一定要告诉他。 并把自己受全程所迫的事也告诉了两人, 接着便投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王看着西丸的背影, 迟迟没有起身, 直到师父催促, 才又拿起行李上路。 接下来的路上, 我王变得沉默寡言。 他和两遍看到一个人扼晕在草地上, 于是上前查看。 我王发现那人的背上背了一大袋装甲, 于是认定此人是在装饿博取他人的同情, 以行不轨之事。 然而梁便却告诉他, 那人背的乃是年贡米, 是要进贡给官府的东西, 负责运送这些贡米的人, 就算饿死也不能碰这些粮食。 说话间, 那人便断气了。 师父, 您不为他诵经超度吗? 反正念了也赚不了一文钱。 哪有这种道理? 那寺庙或和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真遗憾啊, 我王, 现在国分寺已经遍布全国, 朝廷还要建造大佛, 圣上不过是为了骗百姓多交点税, 才谎称是为了推广佛教。 怎么样, 很令人失望吧? 宗教就是这么一回事。 没想到我王听了两遍的话, 气不打一处来, 竟然大不留心地跑走了。 我王来到了一个破败的村庄, 村里人各个面容憔悴, 见我王穿了和尚的衣服, 便要他为众人超度。 我王不会念经祈祷, 于是众人让他做个护身符。 没有办法, 我王只好找来一块木头, 做了一个能让恶魔退散的神将。 这护身符倒也栩栩如生, 村民们不断感谢着我王。 我王竟然喜架而泣, 趴在地上, 边笑, 便流起了眼泪。 两遍赶了过来, 他看到我王做的雕像, 明白那是我王将自己的苦闷、 愤恨倾泻其中得来的作品。 于是他让我王再刻一个雕像试试, 我王拼了命地刻着, 仿佛在和那木头搏纱。 看着那雕像的面容, 仿佛能听见痛苦的身影。 就这样我王一边刻, 一边走, 无论是木雕还是泥像, 只要他有时间, 就不停地创作。 两遍说我王有天分, 说不定就是为此而生的。 你是说, 我是为了做这些骗人的玩意儿, 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吗? 不, 凭你的才能, 说不定能拯救成千上万的人。 哼, 我才不打算拯救其他人。 听到梁边让他走遍日本, 为众生塑像, 我王勃然大怒, 将做好的倪人, 砸了个稀巴烂。 另一边, 西湾花了一年的时间, 还是没能打听到火鸟的消息。 他走访到一间村子, 遇见一个女孩正要被活埋。 西湾于心不忍, 救出了那女孩, 女孩自称小花, 听到西湾在找火鸟, 于是便说火鸟在南方的沼泽里。 结果没想到, 西湾跑到那儿, 差点陷在泥潭中活活淹死。 小花跑了过来, 说他搞错了, 火鸟应该是在西边的森林里。 火鸟吃火, 所以西湾到了森林, 要放火烧草, 才能把火鸟引来。 这一次西湾差点把自己给烧死, 小花又跑了过来, 西湾说火鸟没有出现, 小花却说, 火鸟已经在你的眼前了。 小花张开双臂, 西湾想起传说中, 火鸟会变成年轻的女孩骗人, 于是又相信了小花。 小花约他晚上相见, 让西湾看看火鸟的真面目。 结果没想到到了晚上, 小花脱光了衣服, 扑到了西湾的身上。 西湾让他住手, 小花恼羞成怒, 对西湾一阵打骂。 西湾说, 他早猜到小花不是火鸟。 小花不明白, 西湾为什么不接砖他, 也不明白, 为什么他对西湾拳打脚踢, 西湾也不生气。 发了一阵火后, 便躺下, 哭了起来。 时间流逝, 第二年也快要过去。 小花已经成为了西湾身边如影随形的存在, 有一天西湾了起了自己的命运。 小花问他为什么不逃走, 西湾说朝廷实力庞大, 逃到哪儿都是一样的。 只是死前, 他想参照着小花的身体, 调一尊观音像。 他要以此, 作为自己最后的作品。 或许是一种自我催眠, 小花意识到, 他正在为名将当模特。 这种紧张感, 对自我下达强烈的暗示, 使得身体呈现僵直的状态。 西湾心无旁骛地刻着, 不知不觉, 三年之期就快要到了。 橘竹兄的手下出现, 要带走西湾, 西湾恳求他们准许自己完成这座观音像。 那两人自然不会同意, 然而就在此时, 一道闪电从空中劈下, 将大树劈成两半。 轻刻间下起了暴雨, 恍惚中, 那两名手下好像看到菩萨在瞪着他们。 于是答应了西湾的要求, 宽限了一天。 佛像终于完成, 小花让官差路上好好对待西湾, 却引来官差的拳打脚踢, 最后还被砍了一刀。 小花倒在路边, 而西湾则被强行带走了。 被带到橘竹兄府上的西湾, 虽然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但并没有向权贵低头求饶。 他只是说, 我愿意遵守约定, 任凭大人斩首。 但是如果您继续这样仗势欺人, 那么您当权的日子恐怕也不多了。 橘竹兄大怒, 立刻叫杀死西湾。 千军一发之时, 吉湾真被叫停了斩首, 有天皇坐靠山的吉湾要带走西湾。 橘竹兄也没有一点办法, 原来吉湾想要西湾雕刻的观音像。 他让西湾开个条件, 西湾说他想去大唐, 近视一下凤凰的样子。 然而潜唐使并不是谁都能当的, 吉湾只是答应让他去镇仓院, 看看那里凤凰的画像。 西湾来到镇仓院, 果不其然看到梦寐以求的凤凰。 他趴在那画像前, 发誓一定要渡海到大唐亲眼看上一次。 西湾站在船头, 念叨着那些关于凤凰的传说。 突然风雨大作, 西湾落到了大海里。 这是哪儿? 我应该已经淹死在海里了, 这是你现在的肉体。 没错, 你曾经死过一次, 大河的西湾已经不存在于世上, 你的肉体早已在海水里腐烂。 这是什么? 那我又是谁? 你现在是个水里的微生物, 比一颗沙子还要渺小。 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 是因为我犯下了什么罪吗? 这不是罪孽, 也不是果报, 而是一开始就决定好的。 当你身为人类的时代结束之后, 就会诞生成别的生物。 西湾不愿意, 他想要当一个人。 突然, 一条大鱼出现, 吞下了西湾。 西湾的意识一阵模糊, 他好像已经忘了过去的事。 他变成了长江里的一只乌龟, 悠哉地生活着, 直到有一天他被人抓到, 开膛破肚。 可接着, 他又破壳而出, 成了一只小鸟。 鸟妈妈带着他去看凤凰。 凤凰看着他说道, 我认得你, 你出生之前是一只乌龟, 在那之前是个微生物, 在之前则是人类。 他看着凤凰, 也觉得好像非常熟悉。 凤凰, 你一直都活着吗? 对啊, 我不会死, 就算死了也会马上重生, 所以我在你和你妈妈出生前, 就认识你们了。 那你, 也认识那些人类了? 人类只知道我是一只长寿的鸟, 它们画下我的模样, 用来装饰祈祷。 来, 你过来, 好好看着我, 好好记着我的样子。 看好了, 凤凰展翅飞向了远方, 飞到了画像里。 吸完睁开眼睛, 原来他做了一场梦, 不过在梦里, 他终于清楚地记住了凤凰的样子。 他撸起袖子, 要把凤凰雕刻出来。 天皇召见菊珠兄, 说他想要建造一尊大佛, 打破乱世动荡的局面。 天皇想要把这件大事交给吉备真备, 菊珠兄十分不满, 可吉备这时, 却带着吸完雕刻的凤凰来到了宫里, 并把他献给了天皇。 天皇龙颜大悦, 吉备趁机进建, 请求天皇将新建大佛一事, 交给西丸负责。 而一旁的菊珠兄, 只得眼巴巴地看着。 另一边, 跟随着凉变的我王, 依然在不停地刻着。 两人来到一间正在建造的国分寺, 可我王却被那儿的村民冤枉成了山贼。 梁变让我王不要抵抗, 好好解释清楚, 可村民们却不听我王的辩解, 直接把他关了起来。 村民们对我王严心逼供, 我王说他要求见梁变一面, 可村民们却告诉我王, 梁变早已逃走。 我王先是一惊, 借着哈哈大笑了起来, 他被折磨得神志不清, 甚至希望村民们把他杀了。 恍惚中, 我王看到了素鱼, 女孩让我王不要放弃, 于是我王打碎了破碗, 用嘴叼着桃片, 在墙上凿了起来。 村民们送进去的饭碗, 全都被我王打碎, 于是他们走进牢房, 想看我王在做些什么, 结果却看到阴影中, 有五双眼睛阴森森地盯着他们。 村民们害怕极了, 于是找来国分寺的和尚, 和尚点了灯凑近一看, 发现墙上大大小小的, 有不少的佛像。 不知不觉两年过去, 当时的村民终于坦白, 是他自己偷了东西, 嫁祸到了我王的头上。 国分寺的和尚们, 赶紧跑去我王的牢房, 只看见一个几乎不成人形的男人, 坐在密密麻麻的佛像前。 他们把我王放了出来, 为他沐浴更衣, 两年的时光, 让我王的眼神变得清澈沉稳。 吃过斋饭过后, 我王只是说四里丢失的物品, 既然找回来了, 那他就告辞了, 接着便准备离开。 住持拉住了我王, 想请他为国分寺的大殿做一些鬼瓦。 我王从没做过鬼瓦, 也不喜欢把雕刻当成工作, 于是拒绝了住持。 不过住持还是留我王又住了一阵子, 希望他能回心转意。 我王虽然变得沉稳了许多, 但还是一直想不通, 当日凉变为何会弃他而去? 一日, 我王看到一对人正拉着大大小小的木材赶路, 原来是京城的大佛开始动工了。 当官地把运货工人当作畜生使唤, 累死了就随意丢弃在路边。 我王看着眼前的一切, 心中的怒火再也压抑不住。 他回到国分寺, 动手制作鬼瓦, 那鬼瓦栩栩栩如生, 要么极其恐怖。 住持非常满意, 他告诉我王, 他们打听到了良变上人的行踪。 良变在澳洲的国分寺, 打算在那里沉肉身佛。 我王日夜不停地赶往良变的所在地, 终于在良变死前赶到了。 上人是我, 我王啊, 你听得见吗? 我王, 你来了, 你别管我了, 我想就这样, 静静地臣佛。 您说您死了, 又能怎么样? 上人教导我因果报应的道理, 还说人死之后, 下辈子可能投胎做野兽, 可是您现在却要去死, 难道您想当野兽吗? 我王啊, 我记得曾经告诉过你, 宗教这东西, 其实很无聊, 一文不值, 尤其是被政治利用的宗教, 跟你就更没缘分了。 你知道当年, 我为什么要故意留你在地牢吗? 因为我认为, 这是你的一场试炼, 只有你熬过去了, 真正的佛祖, 才会出现在你的心中。 从你心里生出来的佛, 那才是你自己的东西, 没有人能模仿, 也没有人能偷走。 现在金城正要建造一座大佛像, 不过那也只是粉饰太平罢了。 完成之后, 政府一定会举办一场盛大的开光仪式, 也许你不知道, 往后的日本, 将会实行政教合一的体制, 圣上就是如来, 家臣及众神佛, 政令也就成了佛祖的教会, 因为要展现中央的权威, 朝廷才会要打造那尊大佛。 这已经不是佛教了, 连这种歪门邪道, 都能被说成是佛祖的教会, 我也只能是两手一摊。 不过说起来, 当年建议天皇兴建大佛的人, 其实是我。 我为了造佛像, 在全国各地化缘筹措资金, 和你第一次相遇, 也是在那个时候。 不过我好不容易凑齐了预算, 大佛的建设, 已经不关我的事了。 即被真被成为了全权负责人, 而我到现在才如梦初醒般地看清了一切。 我只不过, 是个被正直利用的棋子罢了。 没这回事, 上人, 您很伟大。 不, 我王, 现在的我, 只剩这条路可走了。 走吧, 你走吧。 那之后, 我王静静地守护在凉变的石室边, 直到日子到了, 和尚们凿开了石室, 我王看到了凉变风干的肉体, 他静静地瞧着, 眼前的东西, 难道就是上人所得的果报吗? 人为什么会死? 为什么生命就非死不可呢? 不, 为什么要活着? 难道就是为了等死吗? 虫与鸟兽若是死了, 就全都一样, 人若是能成佛, 那世间的万物, 大家都是佛。 生还是死, 世生是死又如何? 宇宙中哪有什么人生, 一切都是虚无, 如同细小的尘埃。 悟到的心血, 让我王倒在地上大笑不止, 之后的三年, 我王一路流浪, 一路为人打造佛像或是鬼瓦, 不知不觉间, 他的名字已经在国内传遍, 官差找到我王, 想让他为即将建成的大佛殿, 建造鬼瓦。 我王拒绝了, 结果官差竟然动手打人, 打伤了跟在我王身边的动物, 我王大怒将两人收拾了一番, 便离开了。 自从一年多前以来, 雨水便不再充沛, 而这一年的夏天格外凄惨, 连续三个月, 空气中干的, 连一丝水汽都没有。 草木枯萎, 土地干裂, 动物们接二连三地渴死, 旱灾在全国出现, 连京城也不例外。 然而在这样的天灾之中, 大佛的建造工作, 却还是盲目进行着。 尽管因为干旱引起的传染病, 让许多工人相继死亡, 但大佛殿的工程, 却仍然奇迹似的迈向完成。 然而工地上, 却出现了一件怪事, 把工人和西丸都吓得够呛。 即将完工的大佛流下了眼泪, 实际上, 那是因为工人生起的炉火, 让上身的水蒸气, 碰到青铜的佛像, 而凝结形成的。 不过那时的人, 只是以为大佛为天下受灾的百姓而流泪。 旱灾, 奇怪的征兆, 还有凉变的死, 再加上橘竹兄暗中操纵, 皇上失去了对极背真背的信任, 将他流放到了九州。 橘竹兄派人, 把西丸请到府上, 西丸还以为自己小命不保, 结果没想到, 橘竹兄却拿出了一笔钱, 收买了西丸。 重新找到靠山的西丸开心的手舞足蹈, 这是一个女人叫住了她。 原来是小花, 两人拥抱在一起。 西丸告诉小花, 她现在在橘竹兄手底下做事。 小花骂她是个大笨蛋, 西丸却说, 她不是要当橘竹兄的家臣, 只是要借此来发挥才能, 创造出流芳百世的艺术品。 然而小王却不以为意, 表示这些东西对旱灾没有一点帮助。 她爬到大佛的手上, 脱光衣服, 拉了一头便便。 西丸把小花赶跑, 看着小花的背影, 却又迟迟地说了一句, 我喜欢你。 大佛终于建成, 安排了一场比试, 要西丸和我王直接对决。 我王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 被官差绑到了京城, 西丸当然也一眼就认出了她。 西丸跪坐在房间里苦思冥想, 脑海中, 鬼王好像变成了一个鬼怪, 将她踩到了脚底下。 接着一旁又传了小花的笑声, 西丸的心焦躁不安, 而另一边的我王在思索中 看到了这辈子发生的一件件事。 她的心头有一股无处发泄的怒火。 我王啊, 不只是你, 所有的人类都过着愤恨不平的人生。 我王好像陷入了幻觉中, 他看到一个和他一样 有着大鼻子的人被绑在了柱子上。 突然, 巨大的声音从耳边响起, 那大鼻子便在声音中死去了。 这个人是我吗? 他是你一千年后的子孙, 为了反抗政治被杀。 人类究竟要持续这种愤恨和痛苦, 到什么时候? 永远, 而且我王, 你将永远生作人类, 承受世间之苦。 突然, 幻觉中的场景变坏。 这里是位于遥远宇宙的另一个世界, 那边徘徊的人也是你的后世子孙。 他叫原田, 在某一座星球上承受着永恒的痛苦。 我王不敢相信, 但的确看到那人有着和他一样的大鼻子。 接着场景又一次变换, 今天是这个世界的末日, 所有的人类和生物都一个不胜的灭绝了。 但对这个男人而言, 即使是这一天, 他依然充满着痛苦和烦恼, 他为了要灭绝的生物重回大地, 而奉献了一生的精力, 但这一切都没用了, 这个世界到了终点, 他终究还是满怀着空虚死去。 我王痛苦地捂着头, 他不明白为什么要让他看到这些悲惨的景象。 来吧, 把你心中的愤恨和痛苦全部宣泄出来吧。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王从梦中苏醒, 开始雕刻鬼瓦, 然而西丸却依然没有一丝灵感, 他对着菩萨祈祷, 但却毫无回应, 他开始自我怀疑, 难道自己真的只是个孤民钓鱼之人吗? 七日之气已到, 两人在大殿上展示作品, 西丸的鬼瓦十分精致, 在场众人无不佩服, 接着是我王的作品, 随着果部被掀开, 云门吵闹的大殿顿时鸦雀无声, 就连菊珠兄都被我王的作品震慑到了。 西丸更是明白, 自己已经彻底输了, 然而在菊珠兄的操作下, 最终的投票还是西丸获胜, 然而早已看不惯菊珠兄在朝中 仗势其人的百官发出了抗议的声音, 何况刚才展示作品的时候, 大殿的气氛早已说明了一切。 西丸见状, 说起了我王过去的故事, 他撩起袖子, 向众人展示那伤疤, 表示这样穷凶极恶的人, 哪有资格为大殿烧制鬼瓦。 西丸要求赶下我王的右臂赶出京城, 菊珠兄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便顺水推舟, 令手下照作。 无臂的我王, 默默地离去, 西丸炼制的鬼瓦, 则被装上了大殿。 那一年, 旱灾愈演愈烈, 瘟疫横行, 夺走了上千条人命。 天干雾躁, 某晚, 大佛殿后方的仓库发生了火灾, 西丸冲进了火场, 挥舞着棍棒, 请求不动名王保佑大佛殿。 火烧到了西丸的身上, 他好像看见了火鸟, 出现在了眼前。 西丸, 你马上就要死了, 你会虫生成一只小虫。 西丸大惊, 他还想再当一名雕刻师, 然而火鸟却说, 他永远都不会再转身为人了。 直到这个世界毁灭为止, 再也没有身为人类的机会。 你的命运早已决定好了, 来吧西丸, 你已经死了。 你到底是谁? 我是永恒的生命。 西丸的肉体被烧得面目全非, 众人只得从他的金冠上, 辨认出他的身份。 小花冲了过来, 抱走了西丸的尸体。 公元752年4月9日, 大佛殿举行了一场空前盛大的开光仪式。 僧人为大佛点上眼睛, 他从高处俯视着云云众生, 从这一刻起, 宗教和政治正是合二为一。 这预告了往后的贵族阶级将拥有绝对的权力, 他们全面掌控天下的时代, 来临了。 我王四处流浪, 在山峰上看着太阳流下了眼泪。 这个世界多美啊, 我怎么活成了这个样子? 手臂被砍断时都没流下的泪水, 现在却…… 绝美的景象让我王感受到了这个世界勃勃的生机。 这里和京城不同, 那些贵族的眼神都如同死于一般空洞, 就连曾经朝气蓬勃的西丸, 他的眼神也死了。 我王理解为何良辩会选择逃离这个世界, 不过他不会死, 他要竭尽所能活下去, 有一种念头在他的心中浮现, 他要帮助世间众生得到重生的机会。 我王生活在山间灵地, 用嘴雕刻着, 小花找到了我王, 请求我王帮他超度, 这是谁的事故? 这是我大哥的, 叫做大河的西丸, 你跟我来吧。 福建的我王和小花之后如何就无人知晓了, 根据《易文风土记》的记载, 在山贝国以讯郡这个地方, 曾经出现过一个善于雕刻木佛的独眼怪僧, 他活到一百多岁, 就变成了天狗。 能够想见, 我王自始至终不断追求那丰沛不绝的生命力, 已经演变成地方性的民间信仰, 流传给了后世。 凤凰篇以日本平安时代, 圣武天皇剑, 东大寺和卢沙纳大佛相为故事背景, 两位主角的命运截然不同, 但要相互对立, 整个故事篇幅并不算长, 但却塞下两位主角跌宕起伏的一生。 在故事的开端, 西湾是有名的雕刻师, 他的手臂受伤后, 能及时地从怨恨的情绪之中走出, 但在故事的最后, 他却在不知不觉中被欲望吞噬, 逐渐迷失了自我。 而我王从出生那一刻起, 就受到了命运不公的待遇, 他只有一个目标, 活下去, 并且是不择手段的。 从小的经历, 让他不得不将自己的性命放在他人之上, 但肃于的死, 却又让他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 直到故事的最后, 我王被砍掉紧身的手臂, 但却毫不在意, 反而因为天地万物的勃勃生机而流下了眼泪。 此刻他虽然仍渴望活下去, 但也不再将自己的生命置于万物之上。 轮回转世之中, 世界万物都是相通的, 此世的人便是下意识的虫, 而此世的虫也有可能是上意识的人。 所以我王会说, 如果人成了佛, 那么世界万物就都是佛了。 我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角色, 但手中老师却用他超强的讲故事能力, 将这个角色塑造得无比完美。 从盗贼到行脚僧到逐渐开悟, 直到最后我们竟然能在这个角色上感受到了神性。 而凤凰篇的画面也堪称绝妙, 虽然手中老是以卡通的画风闻名于世, 但凤凰篇中充满表现力让人震撼的画面却是一幅接着一幅。 出自我王手中的各类雕像, 轮回展示的表现手法, 我王在看到素于真生的那一刻难以言喻的心理活动, 俯瞰众生的大佛像, 让我王赞叹的绝美风光, 深入人心的画面表现力, 精巧的故事结构, 处处对应极富象征意义的角色, 还有发人深思的内涵, 很难想象这些元素会出现在同一部作品中。 毫无疑问, 凤凰篇是火鸟这个系列的极大成者, 我也真心推荐大家亲自去看一看原作。 火鸟的第六个篇章复活篇的故事又来到了未来, 公元2482年一个名叫林玉奈的少年在一次交通事故中死亡, 不过他通过尼尔森博士的手术竟然成功复活了, 然而林玉奈的身上却出现了奇怪的改变, 所有的人类在他的眼中看起来都成了无机物的样子, 但一个在别人眼中外表和人类差别很大的机器人, 在他的眼里却是美丽的女性, 放了一部非常有名的girl game杀耶之歌就借鉴了这个设定, 不仅如此, 在复活篇手中老是还将故事分成两条线, 一条线从2482年, 林玉奈被博士通过手术复活开始, 另一条线则是从3030年大量的洛比达机器人同时自杀开始, 没错, 那个在未来篇中, 作为原田博士助手的机器人洛比达在复活篇也登场了, 并且我们将会从这个故事中得知, 洛比达是如何诞生的, 红鸟的故事逐渐串联起来, 那种让人头皮发麻的感觉, 将会从复活篇开始越演越烈, 复活篇通过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 同时还包含了许多有意思的主题和思考, 例如人和机器人的恋爱, 人的定义, 死亡的定义等等, 总的来说, 复活篇其实单龄出来看, 也是绝对不俗的一部科幻作品, 第七个篇章妄想片, 也是今年要进行动画改编的一个篇章, 在这一章里, 手中老师把故事的舞台搬到了宇宙中, 在《无人星球》1.17号, 张儿和陆美开始了只属于两个人的新生活, 但张儿却在意外中身亡了, 那时陆美已经怀有了张儿的孩子, 她决定和孩子们一起守护这个星球, 为了能繁衍后代, 陆美进行了冬眠, 让机器人照顾婴儿, 等到婴儿长大, 她在苏醒和那个孩子生下后代, 就这样一代代下去, 陆美成了丰厚般的存在, 然而无论重复多少次, 她却都只能生下南海, 见证了这一切的活鸟起了悲悯之心, 它飞到了另一个星球, 在那里, 居住着宇宙中最奇妙也是最罕见的生物, Moppy, 没错, 还记得蔚来篇的《Moppy珠美》吗? 活鸟把一只Moppy带到了1.17号上, 让它和陆美的孩子们结合, 生下了人类和Moppy的混血, 渐渐地, 这个全新的种族在1.17号上发展壮大, 建设起了富饶的城市, 而陆美成为了女王, 日子一天天过去, 一股强烈的思乡之情开始出现在陆美的心头, 于是她和一位她的子民寇姆一起乘上了飞船, 踏上了返乡之旅, 除了Moppy以外, 宇宙片中的受害者木村也在望乡片中登场了, 在宇宙间旅行的木村, 碰上了陆美和寇姆, 于是加入了两人返乡之旅, 妄想片的开头, 提出了一个对我们这些身处在文明社会的人急需冲击力的问题, 是选择种族的延续, 还是伦理道德? 人们常常会说, 人和动物不同是因为人类懂得廉耻, 于是一切又回到了人类到底是为何而活的, 最早的人类肯定也是和动物没有差别, 并不懂得什么伦理道德, 他们和动物一样, 诞生、成长、繁衍、死亡, 文明社会的人类当然已经知道了尽心繁殖的坏处, 也有了许多需要遵守的伦理道德, 本作的故事虽然发生在未来, 但妙就妙在, 手中老实将在文明社会中长大的陆美, 放到了一个如同原始人般的处境之中, 使得这个两难的问题能够成立, 当然, 妄想片中所包含的思考绝对不止这一点, 剩下的就留给大家自己去欣赏了, 第八个篇章乱世片, 算是火鸟中篇幅较长的一段故事, 这个篇章以日本古代两大豪族, 平世和原世之间的战争为背景, 描绘了一个跌宕起伏的乱世, 其中有很多耳熟能详的人物登场, 比如袁艺金和辩庆, 这两个人物也经常在动漫里, 被角色用来形容各种二人组合, 乱世片的故事发生在平安时代末期, 乔夫变态为了寻找被绑架的未婚妻阿吹来到了京城, 在那里, 他遇到了名叫牛肉的少年并成了他的手下, 而另一边, 阿吹则成为了当权者平清盛的小妾, 平清盛担心在未来, 平家将会失事, 因此一心想要得到永恒的生命, 于是一直都在追寻着火鸟, 随着时间的推移, 牛肉成长为了袁艺金, 他要打败平清盛, 为袁氏家族报仇, 变态虽然跟随着袁艺金, 但却十分反对袁艺金将士兵的生命, 视作草稷的态度, 在这乱世之中, 身为豪族的袁氏和平氏家族, 将这场对抗视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但对于变态和阿吹来说, 他们只是被裹挟进来的普通人而已, 原本相爱的猎人, 因为大人物的行动, 不得不站在了对立面, 很好的表现出了普通人在乱世之中的无力感, 手种老实笔下的人物, 无法简单地贴上标签, 认定为好人或者坏人, 起初我们跟着变态的视角, 看到袁艺金要为家族而战, 很容易会对这个角色产生好感, 认为他是一个大英雄一样的人物, 但后来, 袁艺金却将士兵视作棋子, 做出了种种反派般的举动, 而故事初期像是大反派般的平清盛, 却在剧情慢慢推进的过程中, 让人看到他正向的一面, 复活片中, 也有一个被人称为天狗的神秘老人登场了, 这也对应了凤凰片结尾的那一段旁白, 而乱世片的结尾, 同样也让人拍案叫绝, 不过在视频里, 就不多做剧透了, 紧搁着乱世片的羽衣片是一个很短的章节, 故事就不向大家介绍了, 整个短片的分镜十分有特色, 给人一种舞台剧的感觉, 接着终于要到我们火鸟系列金奖的最后一个章节了, 也就是异形片, 在这个连载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章节中, 首种志冲老师将再一次向我们展现, 他强大的想象力与讲故事的能力, 如果你已经看过这个故事, 也请不要在弹幕中剧透, 雷雨夜, 左近界带着仆人可平上山, 来到彭莱寺, 左近界让可平到后院查看, 自己则步入阵殿, 佛像庄严肃目, 左近界很快便找到了他的目标, 八百笔丘尼, 我是来杀你的, 那尼姑并未惊慌, 好像早已知晓他的命运, 左近界抽出佩刀, 却迟迟下不去手, 他问那尼姑, 人人都说你有八百年的寿命, 如果我现在杀了你, 会如何? 您是怀疑我是不死之身, 死了还能继续活下去吗? 放心, 只要您挥刀, 我就会死, 不过, 会有别的人成为我的替身, 代替我活下去。 别想吓唬我, 左近界大人, 您来的时候, 途中下了一场大雨吧, 您应该看到一道白色的闪光, 划过天空, 此地是一个封闭的世界, 现在这个地方的时间已经脱续, 开始逆行了, 左近界不明白比丘尼那难懂的词汇, 您虽然来到了这里, 却再也出不去了, 再过几天, 您就会知道, 这里和外面的世界有什么不同, 您到死, 都无法脱离了, 说完, 比丘尼便哈哈大笑了起来, 左近界横下心来, 一刀砍下, 将比丘尼杀死了, 可平跑来, 见到少爷砍下了尼姑的头, 吓得不轻, 想要赶紧下山逃走, 不过左近界, 却不慌不忙地, 要可平去烧水, 他准备洗个澡再走, 脱下衣服的左近界, 竟然是个女儿生, 第二天, 两人把比丘尼的尸首埋葬, 决定从山的另一侧, 划船渡湖返回, 然而无论可平怎么使劲, 船身一点都不动, 好不容易滑出去几米, 船很快又回到了岸边, 一个浪打过来, 小船竟然撞到了岩石上, 沉入了水中, 既然水路不通, 那么就还是原路返回, 两人朝着山下走去, 被昨晚的雷雨批断的树木, 横在了路当中, 让这条路变得无比难走, 可平在前方探路, 忽然看见一个人影, 可当他走过去, 却发现那人竟是左近界, 他还以为是自己在无意间绕了个圈, 于是再次朝前走去, 结果没一会儿, 又跑到了左近界的后面, 左近界认为是可平昏了头, 于是换他来打头阵, 走了半里路, 左近界看到了路碑, 结果跑上前去一看, 那路碑上写的, 竟是蓬莱寺, 左近界朝着山下跑了半天, 结果又回到了寺庙的前门, 没有办法, 两人只好先行放弃, 左近界感觉, 这间寺庙好像要把它拖住, 他又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见到比丘尼时的情景, 左近界的父亲是城主, 他曾为了治病, 将比丘尼照进城里, 左近界看到比丘尼时, 吓出了一身冷汗, 仿佛看到老去后的自己, 当时就连左近界的父亲, 也觉得两人长得很像, 城主本是个行脚僧, 为了出人头地, 躺过刀山血海, 杀了无数人, 才有了今天的地位, 可如今才刚刚拥有了权力, 就得了一种怪病, 城主问比丘尼, 他的鼻病还有没有救, 比丘尼说, 只要给他七天的时间, 他就会从寺里带来特效药, 然而左近界不想让比丘尼将父亲医好, 于是才会和可平一起上山, 到着蓬莱寺, 只要父亲死了, 他就能恢复女儿生, 这时可平发觉, 湖上有好多人划着船过来了, 看样子都是附近的百姓, 没有办法, 要是被人知道比丘尼死了, 肯定会引发骚乱, 左近界只好假扮成比丘尼的样子, 面对前来求医的百姓们, 左近界原来想随便找个理由打发他们回去, 但不远千里前来的人们, 哪愿意就这么离去呢? 没有办法, 左近界只好问带头的男人, 男人说, 比丘尼师父总是拿着一根会发光的羽毛为大家治疗, 可平在屋子里翻着起来, 终于在佛像内找到了那根发光的羽毛, 左近界用羽毛轻轻地触碰百姓们的身体, 他原以为这根本不会有用, 但神奇的事却发生了, 原本瘫痪的人重新站起了身, 哑了的老太再次开口说话, 左近界这下明白, 为何比丘尼能有如此神奇的医术, 只不过, 如果比丘尼把这根羽毛带去给陈主看病的话, 陈主肯定会把羽毛没收, 然后把比丘尼关进大牢之中, 他还会说, 这就是乱世的生存之道, 左近界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打从懂事以来, 左近界对父亲的印象就是暴虐无道, 自私自利, 他会当着孩子的面杀死家臣, 左近界还在深夜见过他, 对着一个手机边喝酒边大笑, 父亲从不把左近界当做女孩, 他把对孩子近乎虐待的训练, 称作是身处乱世之中的考验, 左近界在16岁前, 一直以为自己是个男人, 直到他爱上了家臣的儿子, 然而父亲为了拆散他们, 却将那少年送上了战场, 并故意留他一人面对敌军, 父亲夺走了左近界所爱的一切, 左近界知道这样下去, 总有一天, 自己会被他训练成一个指质杀戮的恶魔, 于是他对父亲起了杀心, 后来父亲得了奇怪的鼻病, 左近界便在暗中祈祷父亲赶快死去, 这乱世让人变得不像人, 没有了一点人情味, 被困在寺里的左近界, 总觉得时间变得特别慢, 一天好像一年那么长, 晚上睡觉的时候, 梦里又总是出现妖魔鬼怪, 某天夜晚, 湖对岸的天空像火一样红, 湖面上不时有小船飘过来, 上面却只有死去的士兵, 看来对岸发生了战事, 那个方向正是左近界的故乡, 可凭在士兵身上, 找到了陈主的旗帜, 然而那上面却写着应人二年, 那是三十年前的年号, 应人之乱发生的第二年, 那一年左近界还没有出生, 难道时间真的逆行了吗? 左近界又想起了尼姑死前说的那句话, 他大声喊着救命, 然而却仿佛陷入了时间的漩涡中, 等到左近界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已经昏迷了七天, 战争已经结束, 寺庙外围满了受伤的难民, 左近界再次扮演起了比丘尼的样子, 拿着羽毛为百姓治病疗伤, 但却掠过了那些穿着铠甲的士兵将领, 源源不断的难民上山求助, 左近界剪断长发, 方便随时扮成比丘尼的样子, 人们都在传, 在蓬莱寺住着一位有着菩萨心肠的比丘尼, 不知过了多少时光, 每天都有无数的百姓, 不远万里来到蓬莱寺求医, 战国乱世之下, 人命如草芥, 这些伤者遭受非人的虐待, 变得面目可憎, 有人的脸被打碎, 有人被火烧得面目全非, 看上去仿佛恶灵一般, 不管是头破血流, 还是眼珠半落, 他们毕竟还是人类, 都是在乱世中挣扎求生的血肉之躯, 然而这天, 左经界却在寺里看到了一个妖怪, 他拔出刀警惕着, 可能妖怪却流下了眼泪, 他伸出受伤的后腿, 左经界看到被拿出羽毛为他治疗, 又过了几天, 招待百姓的可评吓得不轻, 说门外来了好多恶鬼, 但左经界却反问他, 怎么知道那人是人是鬼, 承受莫大痛苦和仇恨的时候, 人和恶鬼有什么分别呢? 后来妖魔鬼怪都来到了寺庙求医, 如今,除了人以外, 天地间的痴妹亡俩也全都在受苦, 左经界细心地为妖怪们治病, 那仅像与其说是恐怖, 倒不如说是滑稽中带着悲哀, 十年过去了, 百姓们告诉比丘尼, 最近城主得了一个继承人, 好像是叫左经界, 比丘尼顿时伸出了一身冷汗, 外面的世界正在重复相同的历史, 他已经出生, 等他长到18岁, 便会来到这里杀了自己, 这就是因果报应, 我杀了一个尼姑, 那尼姑却是我自己, 然后一再反复, 现在轮到我被杀了, 我会在自己的背上砍下一刀, 然后割下自己的脑袋, 梦中, 火鸟来到了左经界的身边, 你害怕自己被杀吗? 你憎恨杀人的父亲, 可是自己却杀了人, 左经界反驳说, 父亲如果被治好, 会杀死更多的人, 所以, 你也是不得已才杀人, 罪孽都是一样的, 你必须接受制裁, 左经界刚想问这鸟儿是谁, 突然看到火鸟身上那发光的羽毛, 在未来, 你会不断被杀死, 你就继续做着现在的工作吧, 你必须一直拯救陷入不幸的人们, 那才是真正的无限, 这里是一处超越时间的地方, 人们会无止境地前来, 当然, 他们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难道, 他们不是人吗? 没错, 除了这个世界以外, 还有很多的世界, 那些世界的众生, 就是被你们称之为妖魔鬼怪的东西, 可是他们在各自的世界里, 也一样活得好好的, 只不过在每个世界里, 都有许多承受着苦难的人们, 原来那些妖怪, 是火鸟送到这里来的, 他想看看左经界是如何对待他们的, 左经界没有害怕, 只是觉得他们可怜, 火鸟说左经界已经通过这一关了, 只要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 继续拯救来到这个无限空间的生命, 他的罪孽就能消除, 三十年期限一到, 时间就会立刻恢复, 只有在下一个三十年逆行之前的那一天, 你们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 如果到时候你的罪孽已经消除, 你便可趁机逃离这里, 如果你自觉罪孽已经消除的话, 火鸟的声音在梦中回荡, 左经界下定了决心要拯救来到这里的生命, 就这样, 岁月不停地流逝, 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 左经界夜已继日地为苦难者治病, 他逐渐忘却一切烦恼, 心境变得有如夜空中的星辰一般, 仿佛无我的存在, 终于有一天, 城主派来家城请比丘尼进城治病, 三十年前的那一天终于到了, 比丘尼甚至快要忘了这件事, 不同于过去的日子, 这一天左经界很轻松地跟着家城离开了这座山, 等到左经界回来, 他告诉可平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他让可平独自下山, 而自己要留在这儿旅行和鸟儿的约定, 这一切都是为了偿还三十年前的杀人之罪, 但你是无辜的, 感谢你这几十年来照顾我, 现在我们应该道别啊, 雷雨夜, 左经界带着仆人可平上山, 来到蓬莱寺, 左经界让可平的后院查看, 自己则步入阵殿, 佛像庄严肃穆, 左经界很快便找到他的目标, 八百笔求你, 我是来杀你的, 那尼姑并未惊慌, 好像早已知晓他的命运, 左经界抽出配刀, 却迟迟下不去手, 他问了尼姑, 人人都说你有八百年的寿命, 如果我现在杀了你, 会如何? 您是怀疑我是不死之身, 死了还能继续活下去吗? 放心, 只要您挥刀, 我就会死, 不过, 会有别的人成为我的替身, 代替我活下去。 别想吓唬我, 左经界大人, 您来的时候, 途中下了一场大雨吧, 您应该看到一道白色的闪光, 划过天空, 此地是一个封闭的世界, 现在这个地方的时间已经脱续, 开始逆行了。 左经界不明白比丘尼那难懂的词汇, 您虽然来到了这里, 却再也出不去了, 再过几天, 您就会知道这里和外面的世界有什么不同, 您到死都无法脱离了。 说完, 比丘尼便哈哈大笑了起来, 左经界横下心来, 一刀砍下, 将比丘尼杀死了。 不久之后, 可凭成为了徒走光信的徒弟, 改以徒走光庆为号。 有名的《白鬼夜行》绘卷, 据传是光庆所作, 但其实, 那时光庆将自己年轻时描绘的病患图拿给师父看, 激发了光庆的灵感而绘成。 一行片不长, 手中老师用短短百页的篇幅, 构建了一个因犯下杀人的罪孽, 而躲入无尽轮回中赎罪的故事。 其中有手中老师借火鸟之口, 表达对所谓杀义人而救白人的看法, 但更精彩的还是故事结构的设计。 时间轮回, 自己杀了自己这样的设定, 放在今天或许已经算不上有多稀奇了。 但考虑到一行片创作的年代, 还是会让人感叹, 手中老师在如此高产的前提下, 却还能维持如此高的创作水准。 紧接着一行片的生命片, 同样充满着对于伦理道德的挑战。 电视节目制作人轻居, 为了追求收视率, 竟然打算制作一档, 让猎人猎杀克隆人的节目。 为此, 他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克隆研究所。 在那里, 清居和研究员袁田 一起遇见了知道克隆人类秘密的鸟人。 但鸟人为了惩罚贪得无厌的清居, 将它进行了克隆。 于是, 电视台开始播放克隆人清居被猎杀的节目, 而真正的清居无法自证身份, 也成为了猎人的目标。 就这样, 清居开始逃避追杀, 并在逃亡的旅程中逐渐找回人类的心。 和火鸟中大部分未来的篇章一样, 生命篇也有着对于无节制发展科技的警告。 在生命篇中, 清居想到, 只要克隆人和人类有一点区别, 那么在法律上就可以不将其视作人类。 实际上, 在猎杀克隆人的节目之前, 清居就已经在负责一档猎杀克隆动物的节目。 清居对其他生命的漠视, 最终招致了火鸟的惩罚。 生命篇结束后, 火鸟系列编到了实际上的最后一个篇章, 太阳篇。 这一篇章的篇幅也是火鸟系列中最长的。 公元663年, 窝国和百计的军队被唐朝和辛罗的联军打败。 身为百计王族, 同时也是个篇章主角的哈利玛, 被唐朝士兵抓住。 他的脸皮被活活剥掉, 并被套上了狼头。 狼皮和哈利玛的皮肤粘在一起, 再也撕不下来。 哈利玛被老巫女救下, 他们连同窝国的将军阿贝比罗夫一起逃到了窝国。 在窝国, 哈利玛遇见了狗族, 他们曾是当地人信奉的神明, 但随着佛教的传入, 这些传统的神明被视作恶魔, 被迫夺藏在了深山之中。 哈利玛得到了狗族的信任, 并发誓为族人效力。 然而当时的窝国正处在名为任身之乱的权力斗争时期。 哈利玛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 但实际上, 这场斗争的本质, 其实是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神明的精神战争。 和火鸟篇的其他故事都有所不同的是, 太阳篇同时讲述了未来和过去两条线, 被套上榔头的哈利玛经常会做梦, 梦到自己身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之中, 那便是21世纪的日本。 在中后期, 手中老师利用梦境这一元素, 在两条故事线之间来回切换。 21世纪的日本, 被崇拜火鸟的宗教团体支配, 人民被简单粗暴地化成了光影两个群体, 光可以生活在地上过着优渥的生活, 而影则全被驱赶到了婴儿潮湿的地下, 即便是一家人, 也有可能因此过上完全不同的命运。 在看过《凤凰篇》过后, 你可能会产生一个想法, 那就是手中老师似乎对于佛教的思想十分推崇, 但看过太阳篇之后, 你可能会对老师的想法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在太阳篇中, 佛教被刻画成了反面的形象, 手中老师实际上是想要描绘在新旧文化的冲击下, 人类的生死观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而这种改变的过程将会带来许多问题。 手中老师在后集中提到, 如果有一天, 人类建立了能够长久生活在其中的太空站, 那么诞生于太空站, 从小就俯瞰地球长大的孩子, 他们所发展出来的文化、哲学、宗教、常识, 可能会和生活在地球的我们截然不同。 新的宗教产生, 被主流接受, 旧的宗教遭到歧视, 潜藏着地下, 手中老师便是根据这一点创作的太阳篇。 说到底, 我想要表达的是, 信仰这东西并不是宇宙的真理, 而终究只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产物, 会随着时代作为新文化被吸收, 并同时产生与旧文化的冲突, 而新世界也将因缘而生, 我试着描绘的内容, 便是这种一再上演的人事之常。 令人无比遗憾的是, 直到手中老师去世, 《火鸟》系列还留有两个篇章, 大地篇和现代篇未完成, 大地篇上有一篇大纲流下, 故事发生在1938年的中国, 而现代篇的故事, 可能只有手中老师自己知道了。 传闻手中老师打算在临死前画下一颗分镜, 作为连接整个火鸟故事的现代篇, 因为无论何时画下, 在画完的那一刻, 现代就成为了过去, 所以手中老师想将现代篇留到生命最后的时刻, 对他来说, 那便是永恒的现在。 这个想法非常浪漫, 但终究还是太难以实现了, 不过我们真的再也看不到现代篇的故事了吗? 看完了这么多故事, 大家应该有一种感觉, 虽然这些故事发生的背景时间各不相同, 但抛却这些外表, 它们其实每天都还在发生, 残酷的战争, 那些忧心的科技, 对于永生的欲望, 宗教的斗争, 人类从历史里学到的唯一教训, 就是人类学不到任何教训, 如果说任何时刻画下的现代篇, 都将在画完的那一刻成为过去, 那倒不如让它成为一个留白, 因为现实中此刻发生的一切, 都在讲述着现代篇的故事。 感谢耐心看到这里的大家, 我的水平有限, 希望有让你对这一部作品产生一点兴趣, 《婆娘是漫画之眼》这个新系列介绍的第一部漫画, 花费了我很多的心血和时间, 如果大家觉得还不错, 请给我点个三连支持一下, 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这个视频, 认识这部伟大的作品, 如果你有买漫画书的需求, 可以到我的淘宝的店铺杜利德漫画物看一下, 再次感谢一路看到这里的大家, 如果你的这部作品有什么看法, 欢迎发表在评论区, 最后, 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 别忘了关注我, 我是受益杜利德,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